美国大选在级共和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与贺锦丽展开最后一搏 多地的组织和市民希望能够缓解选举的紧张气氛 决定透过艺术形式在投票日带给选民另一种放松的感受 身为非盈利组织Play for the Vote的志工之一 这位来自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管弦乐团的小提琴家 将在纽约市的一个投票站表演 这些音乐家志工希望改善人们的投票体验 让他们能在分裂的言论和紧张局势中 轻松参与投票过程 而镜头转到华盛顿 美国国会大厦前的变变雕像也吸引众人的目光 这是川普反对者为了讽刺当年川普支持者 试图推翻大选结果 强行闯入国会大厦仪式所立的雕像 因为大选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艺术表演和展示 再再凸显了本届总统大选的重要性 也让这些花絮成为这次大选最有趣的陪衬 华语新闻许明星中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订阅分享 感谢观看